还有什么还有说现在其实大家也担心的就是这一股的反动的情绪啊会不会变成一些真正的实际上的问题 比如说在爱尔兰的都柏林呢现在惊爆说有迟到攻击还有小朋友受伤 那现在呢当局是讲说这个不排除是恐攻但应该不是恐攻 昨天呢则是在加拿大美加边境这边有汽车爆炸意外 大家第一时间也在担心是不是恐攻 你知道那个就是一个情绪忽然之间全部回来了 大家对于过往的那一股的有点害怕恐惧感那个担忧回来了 就是明星就会有浮动这个明星的浮动已经在发酵 也已经在荷兰这边出现你怎么样来看荷兰现在呢 说是荷兰川普赢国会他其实在选举的时候有个非常大非常鲜明的标志 就是反伊斯兰反移民要脱欧最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基本上英国最近也面临了移民的问题 因为移民欧洲这边不断有战事在发生 那这边的比如说难民啊或者是这些人口就会往他们这边来移动 那对于他们自己本地也造成一些问题 这好像是一股情绪你怎么样来看 是这样好因为怎么界定恐攻跟废恐攻 如果这个暴力事件背后是恐怖主义在策划指导执行 这个就是恐攻如果不是只是这个族群上种族上宗教信仰上的个别的冲突 或是群殴不能说他是恐怖主义攻击 但是他却是是这个社会这个撕裂的一个最严重的一个表征 也就是说只是因为你是什么什么人 我就把你杀了 这个才可怕 这个才是我们觉得最恐怖的事情 而且那是无差别的 对 然后我们都知道欧洲的这些移民的小孩 就是穆斯林的小孩 有一些人已经是第二代了 所以他是在欧洲出生在法国英国德国荷兰比利时 他是在那边出生 在那个地方读幼稚园读中学 已经到这个十几岁了 那为什么这些人融入不了这个社会 融入不了这个世界 而且跟他已经完全是从出生就在那个地方 接受那个地方的教育了 怎么还跟那个地方产生格格不入 产生矛盾冲突 那我们就会问说这些外来移民者 也就是所谓的难民 他们是怎么来 因为中东地区的外来移民 很少 很少 是合法移民 他们 我所谓的合法移民就是说 我是因为技术专长 我学工程 或是我学护理 技术移民啊 投资移民啊 或是我用投资移民 绝大不是 他们很大一部分是难民 另外一部分是经济移民 就是偷渡进来的 但是比较多的是难民 那我们就问他们的难民从哪里来 就是比较多是从图尼西亚 利比亚 叙利亚 阿富汗 就是过往这些战场 对 那接着我们再问说 那这一些都是国家内战的一个地方 他们的难民上千万人 那这些国家内战怎么发生的 其实又跟欧美有关 例如说英美法去攻打利比亚 造成利比亚的难民往外移 例如说美国跟北约去进入这个叙利亚 去挑动叙利亚内战 然后叙利亚一内战以后 难民就移出去几百万人 例如说美国去攻打这个伊拉克 造成伊拉克的难民往外移 美国去攻打阿富汗 造成阿富汗的难民往外移 那这样的情形 这些难民都往欧洲跑 因为地理最近嘛 他们往欧洲跑了以后 欧盟他就变成收容了上百万的难民 该怎么办 所以欧盟就开会 每一个国家就分配 所以德国那时候 梅克尔就收了八十万难民嘛 所以梅克尔也因为这样下台嘛 就是因为这样他声望受损 后来一直到最后承受不了压力 也下台 好那我们就可以看到 欧洲的国家 欧盟的国家就开始背负的 英国 美国 法国 所造成的错误的政策 而要让所有的国家 来分担他们的政策 这包括荷兰在内 那您刚刚讲到 荷兰的这一位 这个我们讲的荷兰川普 他当然就看不下去了嘛 他就认为说 我们的移民是你欧盟决定移进来的 而这些移民是你英国 美国 法国造成的 去叫我荷兰来接 这成何体统 那我为什么还要在欧盟里面 我们就应该要退出欧盟 你们搞的烂摊子 要我们来帮你承受 他们不愿意 所以他们反移民 要退出欧盟 最主要的就是因为 他们看到欧洲的这些大国 胡搞瞎搞 符咒非为 只为自己的利益 因为他们当初 就是要去掠夺利比亚的石油 然后假借一堆理由 那你想想看 干了这么多的坏事 结果要欧洲的所有的国家来帮我们承受 难怪他要脱离 这很合理 但是这个情绪你就觉得说 为什么整个反动 因为现在其实除了匈牙利 意大利斯洛伐克 然后慢慢大家都往右转 然后本来大家觉得说 阿根廷那应该是蛮稳的 因为他其实现在包括跟巴西 包括跟中国 他就是第一单 第二大的贸易伙伴 贸易伙伴 可是现在也选了一个阿根廷川普 然后就是忽然之间 川普那个风潮又再回来 川普今年明年 刚好他自己也要选美国总统 那个不安定感 应该这样讲吧 就是那个不确定性 不安定感 在全球突然之间开始蔓延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我觉得这个最主要这一次是 都是发生在欧洲跟就是西方的世界里面 在这一次比较没有发生在这个非洲大陆 亚洲大陆都没有发生 那就代表说亚洲的经济 相对于欧洲来讲是比较强韧 稳定一些 也比较稳定一点 所以在亚洲里面没有出现这种 川普类似这种人 那比较多会出现在欧美的社会 因为阿根廷是一个在拉丁美洲国家中 欧洲一比重最高的国家 阿根廷大概有欧洲一百分之八十以上 其他的国家欧洲一都占不到二分之一 都两三成而已 因为阿根廷其实他在上个世纪的时候很强 对阿根廷是欧洲一最多的国家 唯一的比巴西都还多很多 因为一般来讲都欧洲移民比较少 都跟当地那个融合了嘛 所以当地的原住民是占主流 不管是巴西啦 委内瑞拉啦 古巴啦 一直到其他的 都是 但是唯独阿根廷是欧洲一最多的 八成左右 那我们都知道 阿根廷的经济一直解决不了 不管左派执政 右派执政 左派执政 都解决不了问题 所以我个人认为阿根廷的年轻人 他们想赌一把 他们想赌一把 找一个另类的 对就跟美国当初 共和党民主党建制派 永远就是华府的那些建制派 然后美国人想说赌一把 所以才给川普机会嘛 那川普也没搞好嘛 所以美国人当时也要想赌一把 川普 那个阿根廷现在也是赌一把 找了这个米莱 我觉得荷兰人也想赌一把 但是不要忘了 欧洲跟美国又不太相同的地方 是因为欧洲是多政党的国家 对 所以荷兰的这一位最大党 这一次因为他是极右嘛 然后他压倒性的胜利 是 不过您知道吗 他的国会议席 150席里面 他只拿了35席左右 对 没有超过半数啊 远远没超过半数 三分之一都没有 所以他一定是多党制 只是因为欧洲是多党制的情形下 他们通常都负给最大党 组阁的权利 是 所以他一定要拉拢其他的党 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下的时候 他的极右就不会走到极右 就像德国也一样 德国不是选出那个绿党吗 对 那绿党你看他也没办法走极端主义啊 所以他会相互牵制 所以欧洲的问题就不用太担心 有这样川普的人在欧洲起很大的作用 有那个勒马绳 拉住 因为美国的权力高度集中在总统身上嘛 但是欧洲的权力 没有高度集中在总统身上 欧洲都是内阁制 所以都是相互牵制 所以不用担心荷兰的这位首相 那阿根廷呢 阿根廷这个就会不会就比较 也没办法 为什么 因为阿根廷本身这一位米莱 他所属的政党在国会 得到的席次才十几席 很少啊 十几帕啦 对很少啊 百分之四 所以他在他的法案 他的激进的法案 在国会都不会被通过 所以就是他比如说 因为他现在 他也开始自己有点回来了嘛 比如说外交部长 他接受访问的时候也说 没有我们不会跟中方断交 这件事情不会发生 我们该友好的地方还是要友好 只是我们会有所坚持 就跟当时选举的时候 讲的都不一样啊 就是当时选举的时候 已不经理死不休 然后当选了以后 全部都回到中间来 又是坚持牌 就是选举真的是有的时候 听听就好 台湾有些人一直 台独台独 一当选了以后 八年也不敢喊台独啊 嗯 乖乖的狠的 乖的狠的 一句话不啃一声的 嗯 都在骗台湾的老百姓嘛 国会里面喊的 其实也不算数啦 都不算了 那些听听就好 听听就好 民主政治听听就好 好来目前在线的朋友呢 我看到谁 看到了暴风城城主 还有龙龙 还有圈库罗 以及呢 这个谷国梁 还有NDC 好谢谢大家 我们这个是线上直播 所以欢迎大家 有问题可以提出来 也欢迎大家 把我们的连结 给分享出去好吗 接着我们要请老师 来这边帮我们 好好讲一讲的是什么 讲一讲的是 现在的晶片战了 好原因是因为呢 基本上在美国 跟在欧洲这边 看得出他们现在经济状况 真的不是太好嘛 所以呢 他们有一股力量 是希望说能不能够我们还是把这个经济 把钱袋子先抓老一些些 比如说我们就看到了法国这边呢 他们就赶紧派出他们的外长 去到中方这边来做访问 那大家还是认为中方是一个大市场 可是呢问题是中方这个市场之后会怎么样的一个变革 会这样讲的原因是 你看看今天南韩媒体的报道 他直接告诉你了 先前说了快闪记忆体技术好像差很远 但现在呢长江存储 即便你美国再怎么制裁 现在说只差南韩两年 他们讲法是什么 他们讲法是说 快闪记忆体它分很多种 那在D-REN这个部分确实它还没跟上 可是呢在NAND这个部分 它已经跟上 因为这个呢是比较简单一点点的技术 那连日本这边的专家呢也直接讲 他车载的半导体呢是已经异军突起了 那目前呢说在世界上头 跟德国这个世界第一的巨头来说 相差不远了 然后呢你就看到这场晶片战 已经开始有一些效应出现 包括了英伟达 他希望卖中国晶片 所以他又开发了另一款新晶片 因为一直被限制一直被限制嘛 开发一款新的之后发现说 哎不对 这个效能是低的 大概有八成之多 我为什么要用你的 那也发现说呢 本来跟英伟达可以匹配 这个竞争的对手 英国的一家独角兽公司 现在呢说他们决定要 遵守拜登的出口管制 要停止中方的业务 然后全面的在中方这边裁员 想要请教老师 你怎么样来看后续的这些发展 因为大家都知道嘛 比如说日经的报道 在目前为止 基本上啦半导体设备 大中大市场还是在中方 你再怎么样的去限缩它 四成就还是在中方 这个就是很明显的告诉你 这一些你消不掉 我们就宏观的角度来看 给观众朋友一个思路了 过去中国大陆是国家大 人口多低之薄 所以你要怎么样让经济能够好 你就只能够透过你的 低成本的土地 那么高人工的 就是人工的成本降低 然后去赚那个微薄的利润 这就是代工嘛 然后你再慢慢的累积 获得你的经验技术等等 那这是过去发展的路径 可是现在中国大陆是国家大 人口多 体量大 重点是底子厚了 底子厚 因为大陆现在的整个GDP 大概在18万亿左右 美国大概在22万亿 到24左右 差不远了 可是对 已经没有差很远了 再加上大陆的人均所得 现在大概在12000到14000 因为它有时候会跟着美元的 汇率的调涨 而产生变化 所以它的人均所得 大概在12000到14000 可是如果以实质的GDP来说的话 中国大陆已经超越美国 成为世界第一大的经济体 那我简单的分析 这个的意义是在告诉各位说 大陆14亿人口 它的地区的发展 有一些是非常的现代化的 例如说北上广 你北京 上海 广州 甚至连深圳等 这些它的这些档次已经高到 像纽约 巴黎 东京 伦敦等 这些档次 也就是说 中国有一些地方的档次是相当高的 那还有一些是属于中等 中高的 所以中国的 例如说一线城市 二线 三线城市 它的分布 因此也就是大陆的高收入群的人 它的总量可能是美国再加欧洲人的总和 它的总量 所以要看的是你金字塔上面那一个地方 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比如说你中国大陆在这个金字塔中 然后你要看它的总量这个 中等收入的 它的总量有多少 然后低等收入的总量有多少 那也就是说一个14亿人口你想想看美国3亿多 你欧洲5亿多加起来也不过就是8亿多 再加上日本1亿多9亿多 你这样整个都加起来还不到一个中国 就是说你这些所有的西方国家 可是中国自己本身的国家里面就出现的这些收入都很大块 不是很小块 不是说我就有1%的涨幅90%的金系 它那个三角形是非常非常大 非常非常胖的一个正方形 对 美国可能1%的人控制了90%的财富 可是中国不是 它的量体是大的 它没有美国那么1%的人负到那个程度 可是你说1%的人负到那个程度的时候 它的消费的绝对值跟人数是不够的 而中国的这个没有美国那么负的1%的人 但是呢 这一个顶尖的人 他的消费能力是可以跟这个1%的消费能力是一样的 因为假设我今天我是郭台铭好了 我2000多亿 我再怎么钱花我也不会花到太多嘛 因为我跟我太太还有小孩我们拼命花钱 我们也不会花 我们也不可能每一天 我即使每一天吃个几十万 坦白说 我每天都把捐月定下来 也不怎么样嘛 你说实在话 因为还是有限 但是如果有假设了 假设我郭台铭我一天花掉100万 那在美国假设有一千个人 而在中国大陆也一天可以花掉100万的 如果有一万人 那就急剧就出现了 对 可是这么有钱的一千个人 中国大陆可能没有几个 这样子 但是我却可以有这么多的量好 这代表我拉拉扎扎讲这些其实主要 是给观众朋友一个概念就是说 中国大陆的国内市场 其实已经可以供应他们的企业的转型 不见得都是生产这些物联价美的 他已经可以生产高附加价值的 甚至可以生产顶端的这一些产品 那换言之也就是说 本来我顶端的产品是要从你欧美来买 但是我现在国内市场已经提供给我的企业 说如果你的产品能够达到欧美的水平 你国内也有这个市场 他也可以买好那各位想 人本来都有依赖感 哎呀你法国做的包好啊 你美国做的晶片好 台湾的台积电做的晶片好 我就不用做了吗 我跟你买就好了吗 对不对 省事 那就让你台积电赚钱嘛 那我自己本身不用赚到那么顶尖的钱嘛 因为量也不大 那对我来讲我也没有必要这样投资 所以本来是国际的大分工大家都赚钱 大家都过好日子 那台积电过上更好的日子嘛 员工每个人的年终奖金都高到不行 对不对 可是今天当美国人说 我不让你买到台积电 我想办大死 这个时候中国大陆人 他就必须要自己活下来了 所以他就要想办法做到台积电的这个等量 这个时候他就开始去研究物理的极限 也就是说你5奈米3奈米2奈米到1.5奈米 已经达到物理学的极限 你再怎么样也走不下去了 那你现在领先我5年又如何 5年后因为你没有办法再走下去了嘛 但就是你可能会停在那边 或是很缓慢的前进 我在后面追可能我的速度会很快 你已经没有了嘛 所以我每隔一年我跟你的差距拉小 那但是我在集整个国家的资金力量 在集中在这里的时候 本来5年我才能达到 我3年达到 那所以每隔一年的时候 你台积电或是美国 或是英国或是德国 你的优势每隔一年在消失中 所以对中国大陆来讲 就用时间来换取空间了 就我慢慢跟你耗 可是我的研究人员一直在做 然后我一直在做技术突破 然后一直在做追赶 所以我过了一年 你看从美国开始打科技弹到现在 中国已经追赶了 到明年的时候 可能有一天三星会宣布 说它的记忆储存 中国大陆完全跟它并驾齐驱 在第二年可能宣布中国大陆超越 没有人要买三星的了 大家订单往中国大陆下了 其实在今年已经看得出来 包括协建民他讲话 很多地方都讲 比如说不要被卡脖子 然后你看到华为 我昨天看到一个数字 就华为他基本上近十年 投入的研发经费 已经超过人民币 9773亿元 所以呢你可以看到各大公司 他们基本上是已经朝着 这个方向在前进 那也不打算停下来 那刚刚老师的这个分析 你也很明确的知道 他们一直讲 他们有内外两个动机 两个动力嘛 内部的这个动力 现在持续的在滚大滚动 而且加大当中 大家都知道 这边是一个大市场 是一个没有一个做生意的人 会想要放弃的一个市场